總有你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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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好 總有KOL建議會2020 KOL建議會2020 鼓勵 他今天投一 有一個人 是地住全香港的 阿騎哥 阿騎哥 鄧美強我們香港記者一部 今天生日我們一起說一句 祝一哥生日下路好不好 準正3 2 1 祝一哥生日 大家好 華記7月4日深夜直擊報道 對不起今天很晚 今天出席了KOL見面會 陣容秉盛 可以說地上最強 很精彩 你看到片頭 我們恭喜一哥 今天牛一生日 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你看到很多人 和一哥祝生日快樂 今天KOL會 就是何君堯 李梓敬 抽了很多很多的KOL 和陳百祥 李力池等等 一起支持 很有正能量 人們看得很開心 留意明天 在何君堯頻道 李梓敬頻道 政壇新秀頻道 還有我們都會分享他的影片 這兩個小時的show 真的很棒 好了 今天就有幾宗新聞 要說很快的 是笑料來的 第一宗就是在台灣的蔡英文 叫做台灣的服務交流辦公室 叫做幫手足 但問題是他申請 比如可以移民 但必須要附入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糧文證 你就要去香港警察局 申請一個糧文證 你那幫手足 是走路的 還踢堡的 怎麼申請劉文證 你看到這幅相片 蔡英文就說少年 你太年輕了 你要劉文證才去台灣 真是笑死 還有一個厲害的就是 在北京委派 二至三百名武警 來做觀察員 監督國家安全法的執行 這個就厲害了 嚇到那些港獨臉都青了 還有一宗突發 突發 內部消息 梁家傑去向微明 繼這個 陳芳安生退休 李柱銘支持23條立法 然後羅半聰走路 然後泛民四分五裂 現在又一條人渣啤牌的梁家傑 虛鄉未明 看看明天新聞報道有沒有他走路 錢就我洗 罪就等你頂 這個就是這個poster說的 然後這件事就要發夢了 昨天發夢華記收到網友的電話 他就是養和醫院的Martin Wong 的醫生 那他這個是什麼事呢 就是較早前 在一個銅鑼灣 這個暴徒拿把刀來插 警察不斷插 插到成身血 那他就說這條王國田 就說那些血就少過月經 那些網友的留言就很涼薄 又說為什麼不插中條頸 一個就說不夠送飯 那這件事就引起軒然大波 那我這一個網友就說 發夢啊聽著 發夢啊 他說這個Martin Wong 就是王鹿醫生 是郭嘉琪的Fan底 同時都是秘尿科 在養和醫院負責割包皮的 那些手勢就不知道 不過他就很冷血一下 事後就說那個Facebook 被人侵入了 那這傢伙當然要推爆他 那我發夢收回來的資料 就是這樣了 真還是假就自己去評估了 那接著呢 大家就看到今天呢 就有一宗新聞 就是加拿大總理 凌駕了政治凌駕法治 為什麼呢 我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已經說了 加拿大剛剛在今天新聞就說 為香港通過港版國安安全法 他們就停止這個逃犯 逃犯條例移交 就是逃犯條例移交就停止 過去每年都有一兩個會移交去加拿大 或者去香港 那現在就自得了 即是說你哪一個人 香港人在香港殺了人 跟著呢 就逃了去這個加拿大 加拿大是不會把這個反 拿回香港的 那其實他就說 誰反對 即是國家安全法的 加拿大就Welcome 誰支持國家安全法的 即是加拿大就不會Like 即是很簡單 加拿大就支持黑暴的 刑事毀壞 暴力無差別打人 即加拿大政府的總理就支持這一方面 那我們講版國安安全法 就比香港就止暴制亂 那你也知道 阿爺辦了國安安全法 就承受很大很大的壓力了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真的越看越明了 你看到那些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出來了 那時候的關係呢 我們不說那麼多了 真是眼都蒙了 那我們就立刻看一些不同的場合 因為我們去到很多不同的場合 我們去看看精華片段 今晚先說那麼多了 拜拜 去片 錄了 開播 好了 我們為了支持我們香港警察 守護香港 我們現在就喊一個 口號 好 好 來吧 準備3 2 1 支持香港警察 押忍加油 美貧加油 押忍加油 押忍 支持香港警察 押忍加油 美貧加油 美貧加油 藍雪寶 有什麼感想 第一次來遊艇嗎 這個星期 第一次 第一次 遊艇 遊艇 第一次在夜晚 在遊艇上 是用雷射光射出 我們支持祖國的功學說話 今天是回歸 我很激動 我唱國歌的時候 我很想哭 因為一直 屈起心裡很久 為什麼 在自己的國土唱國歌 會被人打 真的 好了 這個心結終於解開了 我可以很大聲 我們今天不停唱國歌 我們是海陸空這樣唱 我們是巴士一下三架 巡遊整個九龍 然後去香港 然後我們升完旗之後 我們又再上船 又運海港 晚上 我們現在在射 雷射光 大家看到 在文化中心 射出來的 中國香港加油 慶祝回歸 二十三周年 就由 香港情 中國新主席 宋禧倫小姐 設計出來 我們就很開心 玩得 多謝 華基 我今天唱國歌 是我人生以來 一天唱得最多 我今天由早上 就唱到現在 夜晚 因為我剛才 除了香港九龍新界 我連元朗也進去 去到青衣 元朗 荃灣 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都唱雲 現在在尾站 在遊艇那裡唱 有多開心 很可愛的 藍雪寶 經常說要做警嫂 哈哈哈哈 選這些 現在很累 今天很累 早上6點 玩到現在 我們今天早點睡 玩完這一段 拍完之後 我就 拍多一段影片 就下班了 好好好 好 多謝 大家好 我是Judy 有一個好消息 想讓大家知道 接下來 7月11號 和12號 星期六日 我們就會在尖沙咀的 半島酒店 有一個 日本物業的展銷會 我們會有一些 一二手的樓盤 介紹給大家 而價錢 會是港幣108萬起 你絕對沒有聽錯 是不是很吸引呢 而當日能夠成功 買入日本物業的買家 我們都會送 在日居留資格一連 大家當然有很多問題 當然 在日居留 首先你要沒有案底 沒有刑事紀錄 沒有犯過罪 不是包一定申請到 不過 以我們的經驗 成功的機會率都很高 其實目前坊間 都做得比較多 不同種類的簽證 有華記茶餐廳 日本東京大環世紀21 有我們發展商的Sunshine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簽證 包括高端人才簽證 經營者簽證 工作簽證 和留學簽證 這些不同種類的簽證 我們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所以我們跟坊間的資料有少少不同 我們就比較實戰型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想查詢 或者報名的話 歡迎聯絡我Judy 以下是我的WhatsApp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拜拜